这新郎居然背了个人偶新娘 身旁的阿嬷举着新娘遗照 前面还有法师开路 原来这是一场冥婚 每个人都面色凝重 婚房就是死者生前的住处 法师恍惚间看到新娘的死状 吓得仰头一惊 新娘却抚摸着对方的脸 就像她真是活生生的人一般 新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事情要从几个周前说起 身着美丽婚纱的新娘小薇 匆匆写下遗书 随后提着裙子走上公寓楼顶 花样的女子就此陨落 随之展开的是九个跟小薇有关的故事 每一个都让人毛骨悚然 小薇是这附近有名的美女 几个踢球的毛头小子 每天都毫不掩饰的偷瞄人家 其中有个早点店的男孩小油 甚至从洗衣店偷拿对方内衣 要多吃汗有多吃汗 她经常去给女主送早餐 每天都在脑子里一迎对方 这天小油趁早起床 端着早餐想上楼给女神送饭 结果看到小薇摔下来 尸体就在她眼前炸开 从那以后小油便心神不宁 晚上还会梦到小薇索密 她觉得内件内衣不吉利 壮着胆子上楼 想把内衣还给对方 小油把她栽在门前 结果房门瞬间打开 躺在地上的小薇猛得睁开眼睛 一把抓住小油拖进1616 这间房充满了不祥之兆 这天某个失忆的漫画家搬进来 因为1616的房租最低 她是恐怖漫画家 精神状态不怎么好 不能停止服药 但囊中羞涩买不起昂贵的药物 晚上做梦都是债主追债 冲着她脑袋开枪 漫画家猛的惊醒 差点把床板踢翻 她站起来扶正床板 却意外发现一个盒子 里面装了小薇 身前的日记 照片 还有一条钻石项链 甚至房东打电话 说舅舅来找她 漫画家下楼却没看见对方 干脆坐在走廊等 等了一会儿不见人 她嘱咐房东有人在联系 然后回到房间 不料门口挂了份盒饭 漫画家正好肚子饿 没多想就拿进屋子 吃饱喝足 她拿出小薇的日记翻看 里面还夹了一张情侣合照 没看一会儿 她咳嗽家具 手中赫然一滩黑血 这可吓了漫画家一跳 她冲进卫生间疯狂咳嗽 谁知吐出一大团 混着血的头发 这是玉莲后花洒发出水声 她猛的掀开 后面并没有人 一个女鬼从水中浮出 漫画家吓得冲到门口 疯狂的扭动门把 可门外竟是楼顶天台 一个婚纱女子跳下楼去 没等她理清头绪 一只手从背后抚摸她 手法非常温柔 漫画家像是醉了一样 慢慢站到楼顶 穿婚纱的小薇 牵住她的手 一起纵身跳下高楼 她错不该搬进1616 还乱吃食物 刚才房东打电话 其实是为了支开漫画家 因为这楼上有个清洁工老太 她懂一点通灵术 想利用小薇的死人物发财 结果得知有人搬进1616 老太和好友跟房东翻脸 说哪次赚钱没给你填头 怎么能随便让人搬进去 她这晚说什么 也得进小薇房间施法 大师说过再来一次 就可以中彩票 所以房东谎称舅舅 来找漫画家 将其支出房间 等漫画家一走 老太打开门 进入1616忙活 好友在外面守着门 还特地带来小薇生前 喜欢的食物 挂在门把供给死者 她只想发财 不想惹鬼魂 放下饭就溜到楼下望风 而老太还在屋里面念咒 很快漫画家就回屋了 好友来不及通风报信 好在老太听见了咳嗽声 她赶紧躲到暗处 正好看见男人在吃贡品 等到漫画家咳嗽着冲进卫生间 她刚想松口气 却发现小薇就在身后 老太吓得跑出1616 走进电梯 又遇见故障 头顶落下一大把骨灰 电梯顶不断传来巨响 老太嘴里面面有词 希望小薇放自己一命 可最后她还是没能走出电梯 随后下一个故事开始 这次的主人公是女友生前的好友 跟孟美如画的小薇不同 阿郎体重惊人 其貌不扬 但她是第一个收到结婚情帖的 足以证明小薇很看重这个朋友 但阿郎并不开心 回到家就把烟头按在情帖上 她转身走进昏暗的房间 拿出一个不易小人施法 还将上面浸满鲜血 场面无比诡异 随后阿郎将小人扔进鱼缸里 这是她接到一个电话 急匆匆的去找小薇 对方真的是婚纱 阿郎面色凝重的开口 说刚才接到通知 小薇的未婚夫阿光出车祸了 阿郎把对方父母的电话递给女主 小薇听到阿光死讯后 忍不住痛哭 阿郎安慰她几句 走到外面打电话 但对面没有人接 她开心的走回家 捞出鲸鱼 把她扔到榨汁机里打碎 然后心情美妙的走向窗口 谁知下一秒就看到坠楼的小薇 对方死死盯着阿郎 似乎知道她不为人知的诅咒 阿郎做贼心虚慌忙扔掉诅咒用的工具 开着车离开公寓 途中竟然接到了阿光的电话 对方警告她别再联系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 这时阿郎发现车子不对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阿光没有死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故事 阿光和小薇相识于酒吧 她对漂亮的女主一见钟情 而阿郎正好是两人的共同好友 藉由这个契机主角俩坠入爱河 完全没理会暗恋阿光的胖女孩 阿光觉得气氛到了就能更进一步 在某天晚上主动出手 但小薇想等婚后再发生关系 还因为对方的越界升起离开卧室 阿光满不在乎留下环室小薇的房间 结果发现桌上有精神镇静剂 她这才知道小薇有精神病 阿光非常害怕 但女主已经缠上她 到处以阿光未婚妻子居 男人去找小薇理论 不料女主连婚纱都准备好了 甚至桌子上还摆着琴帖 阿光晚上不断做噩梦 梦到小薇拿着剪刀威胁她 以死相逼非要结婚 还徒手挖出她的心脏 阿光反不胜反 所以伙同阿朗谎称车祸假死 谁知小薇竟然轻生 阿光拿着婚戒去她葬礼 想把女主祖传的戒指归还 谁知棺材里的尸体暴走 暗处冲出一个人打晕阿光 究竟是谁对男人下狠手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小薇的父母 两人自从女儿死后 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悲伤 妈妈看着琴帖气不成声 细心整理女儿一物 结果发现了阿光的手表 她去公司找男青年 要不是阿光夹子 女儿也不会做傻事 妈妈把葬礼地址递给阿光 让她好歹来送小薇最后一程 很快到了葬礼当天 女人让丈夫先回去休息 自己想多留一会儿 等到晚上阿光出现 她让仆人打晕对方 再将阿光装进棺材 既然女儿那么爱她 就让阿光一起陪着火化好了 小薇生前最想要的就是结婚 因此冤魂久久不能消失 法师想帮她办场假婚礼 了结心愿 谁知关键时刻新郎不敢来 小薇的裁缝愿意帮忙顶替 到了晚上仪式照常举行 婚礼虽然诡异 但半点不含糊 该有的环节一个也不少 接受宾客的祝福 一起切新婚蛋糕 裁缝甚至还想给人偶喂一块 身旁的人递向戒指 好像真的看见小薇在微笑 裁缝浑然不觉把戒指带到人偶手上 到了送新娘回房的环节 法师恍惚间看见了小薇 假模特竟然流下泪水 法师说到这就结束了 新郎不用跟着进去 但裁缝执意要把小薇送进屋里 仿佛真的牵着新娘 其实她一直爱恋小薇 先前抽到请帖还难受了好久 两人一起迈进未知的1616 本段故事结束 小薇的离开让很多人难过 其中最无法承受的其实是小薇爸爸 她嘴上虽然不说 但经常拿着女儿的东西发呆 这天薇爸似乎听到女主的哼唱 有只手按在她手背上 等薇爸回神 手又不见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她不愿意再这样耗日子 索性将女儿的东西烧掉 女主妈不能理解 跑到屋里面藏遗物 这是一个长发男上门 说要找女主妈谈谈 薇爸刚想去喊老婆 结果听到哼唱声再次响起 她寻声进屋 竟然看到老婆抱着女儿痛哭 薇爸伸手碰向小薇 女孩转眼化成灰烬 老头看着神志不心的妻子 一脸凝重的站起身 这是楼下的长发男 听到两声枪响 他急忙举着枪冲上楼 却发现老两口倒在地上 薇爸开枪杀死妻子随后自尽 其实长发男是个老探员 负责调查阿朗的死因 通过胖女孩的手机 他知道了一个叫阿光的小伙 上公司找人却发现对方失踪 老探员无妻无女 每天都在追查案件 很快就摸到了头绪 一直查到小薇的葬领 发现了棺材旁的血迹 老探员开始怀疑女主妈 一直暗中监视对方 他察觉两夫妻打开棺材时 薇爸的脸色有异 老探员想起所有的细枝末节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因阿光夹死跳楼的女孩 满怀悲伤怨恨的母亲 阿光停在路边的车 棺材旁的血迹 一切疑点相互串联 他马上起身过去拦住夫妻俩 问能不能打开棺材一看 女主妈波澜不惊 说我们家遭遇这么多惨事还不够 女儿到死还要被检查吗 请不要再继续制造痛苦 老探员纠结过后放弃查看 如果他打开了 会不会是另一种结果 影片到此结束 九个导演通过九个不同的角度讲故事 再用西枝末节将其串联 接着一个薄密貌美的女子半生 以多重视角展开 全方位的偷袭前因后果 虽然短小 但展现了一定量的恐怖 其实通过各个人物经历的视角 把这个故事讲全的拍摄手法很吸引人 背景音乐和音效也拉满效果 可惜剧情欠佳没什么值得回味